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欣赏由三年级同学为大家带来的表演剧《小壁虎戒尾巴》 《小壁虎亲妈妈的话要想做自己的事情》 这一天想正在捉丸子 可是旁边有一条蛇要吃掉小壁虎 哈哈 这次你哥跑不掉了 我要吃了你 哎呀 可怕的蛇 我要快跑 哈哈 你跑得很快 但是我还是咬掉你的尾巴了 哎呀 说把我的尾巴给咬掉了 多难看呢 我要去找小鱼弟弟借尾巴 《小壁虎来到了池塘边》 见到了一只小鱼 《小鱼弟弟请把你的尾巴借给我 好不好》 不行啊 我要用尾巴拨水呢 没有尾巴我就不能游泳 《小壁虎来到一棵大树下》 看见一只小松鼠 松鼠妹妹 请把你的尾巴借给我 行吗 不行啊 我要用尾巴爬树呢 没有尾巴我就不好爬树了 你问问我旁边的红牛骨肉了 《小壁虎来到了一座院子里》 看到了一只小花猫 花猫弟弟 请把你的尾巴借给我 好不好 对不起 小壁虎 没有尾巴我就捉不到老鼠了 你到屋檐下问问燕子吧 燕子阿姨 请把你的尾巴借给我 好不好 不行啊 我飞的时候要用尾巴转过方向呢 没有尾巴我就不能飞了 到处都找不到尾巴 小壁虎很伤心 只能回家了 妈妈 今天我的尾巴被蛇咬掉了 我问问很多小伙伴们 他们都不肯给我借 不要难过 傻孩子 你转过身子看看 阿姨 小壁虎 长出纤尾巴了 多有趣啊 它丢了一条旧尾巴 又长出一条新尾巴了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